我們上次講過黃金數列的通行 如果每一項都是前面兩項加起來的這一類數列 其實我們求第N項出來 其實我們有一條顏色可以看到的 我們看上一條影片就知道了 但我們今次想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今次想說的是連續幾項的和 又是怎樣計算呢 例如這樣說 我們假設是 譬如我們說 舉個例子 譬如第七項那次 這次說的是N 我們免得寫G 我們只寫N 即是第七項 加第八項 加第九項 加第十項 加第十一項 如此類推 即是任由你組 總之你連著一堆項數 這樣去到加 到底會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也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的條片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一個數其實是前面兩個數加起來的 也就是說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操作 這個第七項和第八項加起來 其實會變成第九項 其實會變成第九項 然後我們這個第九項和第十項加起來 其實會變成第十一項 又有趣了 第十一項和第十二項加起來 其實它又會變成第十三項 其實就算有再多些項 你都是這樣做的 你會發覺其實只剩下九十十三 即是隔了一個 但是呢 這樣就有趣了 這樣隔開了就斷開了 這樣就不要緊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只需要在開頭 強硬屈個八項給它 屈個第八項給它 屈了給它 那你要減給它 對不對 那就有趣了 這個類似骨牌的效應 那我們的第八項加第九項 其實就會變成第十項 那又弄了一個第十項給它 那就可以跟十一項一起玩 那就變成第十二項出來 那第十二項和第十三項呢 又可以差了 又變成第十四項 對不對 那最後會剩下什麼 其實玩到最後呢 會剩下這個 本來最後那項是十二的 我們再退兩項變成十四 就減回我們第二項 第二項就是個八 就是最後剩下這個 最後剩下這個 就是最後剩下這個 最後剩下第十四項 就減第八項 那你可能會問 那你的項數 會不會說 單數、雙數有問題呢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都是這樣 都是這麼慢的 譬如我們再說一次 如果我們都是說 第七項加第八項 加第九項 加第十項 加第十項 加第十一項 加第十二項 我們這次做多項給它 加第十三項 其實都是一樣的 第七項、第八項 沒有了變成第九項 對嗎 即是合起來 第七項加第八項 就是第九項 對嗎 第九項加第十項 等於第十一項 那麼 十一加十二 就變成十三了 這個呢 這個呢 跟剛才好像有點不同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是多加七項 出九 多加九 多加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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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十二 多加十三 最後呢 最後呢 我們本身最後的項會再加了 但是現在呢 我十三項還剩下 但是其實不要緊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再做剛才的操作 我們說 強硬振個八項給它 你就要抽個八 才還回它 那麼 那麼 第八項、第九項 就變成第十項 如主類推動第九 第十、第十一 變成十二 但是呢 第十二和第十三 就變成十四項 但是呢 剛才那個 還沒移動到的十三 現在就有作用了 它可以插了它 和那十四合 變成十五 是不是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 最後那項是十三 是不是 第十三項 加兩項 其實就是第十五項 是不是 都是退兩項 那就減回 第二項 是不是 所以 其實都是說 總之是連續 連著的項 我們要加在一起 的話 其實就是最後那項 我們退多兩項 再減回第二項 就可以了 如果剛才說的 我們不明白 就不要緊 我們可以舉個實例 和大家一起玩一下 這個就是正正我們最正規的 黃金數列 一、一、二、三、五、八、十三 即是每一項都是之前那項 加起來 即是頭兩項就是一和一 是不是 這個時候呢 譬如我們隨便抽 我們隨便抽 譬如我們說 所以這裡加起來 其實應該會等於 是五十 那 我們說 其實我們怎樣計 我們按回剛才的玩法 其實我們就說 我們要加的最後那項 最後那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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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退兩項 其實是五十五 是不是 所以它應該是五十五 然後我們說 減回第二項 第二項 就是這一個 是不是 即是我們加的第二項 不要計算這個一 是不是 所以是五來的 那呢 當然啦 五、五、五、五 當然是五十 是不是 所以是正確的 如果你也是不信的話 不要緊 我們不如今次 我們玩多三項 我們由第一項 那次加 加到這個二 是不是 我們剛才又加了等於五十 加上這個四 應該等於五十四 是不是 那它應該等於什麼呢 應該是 都是啦 最後那項是這個 最後那項是這個 再退兩項是五十五 都是五十五 然後減回 今次我們減什麼 減我們現在計算的第二項 就是這個 是不是 所以是減一的 所以這個就是五十四 所以也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如果這個GN 我們有 第A項 加到第B項 其實就是 最後那項 再退兩格 最後那項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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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兩格 就是B加2 減回我們第二項 第二項就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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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有這條公式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就說 G的第N項 我們是有式去計算的 那麼它們的連和 原來呢 它其實都是出回 G這個功能 所以其實 就是出回G的數列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 代回 我們那個 即是說 Gb加2 和 Ga加1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用 GN的通行式 去計算出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都是 即是我們不需要 新的公式 我們這次就不斷說到這裏 今天有什麼話題的話 我們第二次再講 拜拜